好,现在是2020年的11月23号的晚上11点半 再过几个小时呢 嫦娥5号就会在文昌的火箭发射基地发射了 过一会儿我也会直接到火箭发射的现场 然后去直击这次嫦娥5号发射的任务的震撼 因为这次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 非常特别的一个任务 好,我们待会儿就出发 4,3,2,1 点火 来了 哇 哇 哇 天啊 哇 还拍着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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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本来我还指望去火箭发射现场 看火箭发射能够说一些比较高级的词汇 结果没想到还是哇哇 哦 好吧 希望下次我在看火箭的时候呢 能够比这次有更好的表现 好了,我要去睡觉了 我们就趁这个机会来聊聊这次嫦娥5号的任务有什么样的特点和看点呢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嫦娥5号之前的1号、2号、3号、4号都干了些什么 嫦娥1号、2007年11月24日发射升空是一颗月球探测卫星 它帮我们绘制出了月球表面的三维立体影像 分析出了月球表面的有用元素及物质类型的含量与分布 评估了亥3,也就是可控核聚边中极为重要的核燃料之一在月球上的储量等等 嫦娥2号基本上算是对嫦娥1号的升级 也是一枚绕月卫星 2010年的10月1日发射 进一步的获取了更清晰更详细的月球表面影像的数据 并对嫦娥3号将要着陆的区域进行了高精度的成像 算是铺好了垫脚石 接下来嫦娥3号2013年的12月2日发射升空 这次就不只是绕一绕这么简单了 而是要软着陆在月球的表面 并且从着陆器上释放出我们都已经非常熟悉的玉兔号月球车 也就是巡视器 它开启了我们国家第一次对月球表面接触式的全方位的科学观测 然后嫦娥4号带着玉兔2号一起完成了人类首次在月背的登陆 好了那么到了嫦娥5号任务会怎么升级呢 这次我们不仅要绕要降 最重要的是还要回 就是说把着陆器放到月球表面 在它执行完任务之后再点火起飞重新飞回到地球上来 说到这儿大家有没有想起什么 是不是很像上个世纪美苏太空竞赛那会儿 NASA大名鼎鼎的阿波罗计划 只不过是无人版的 所以可见这次咱们的嫦娥5号任务真的是非常艰巨 而探测器本身的颜值难度也非常之大 可以被称为是我国最复杂的航天探测器了 咱们来看看它的结构 从上到下分别是上升器 让它们软着陆到了月球表面 会自动展开一系列挖洞砖 采集与封装土壤样品的操作 完成之后 着陆器留下 上升器点火带着样品一起飞到月球轨道 同返回器和轨道器对接 然后它们三个就会一同携手回到老家地球了吗? 飞爷! 上升器其实就是一位非常有牺牲精神的月球快递小哥 在把装着宝贵的月壤样品的包裹小心翼翼地转移到返回器里面之后 它就跟这两个要回老家的兄弟脱离告别了 背着兄弟们舌身区域才换回来的土壤、轨道器和返回器 调整好姿态一抹眼泪 不,点火启动朝地球飞了回来 要知道它可是从月球飞回来的呀 速度相当之快 重入大气层的时候还处在每秒11公里多的第二宇宙速度 这样的速度会产生极高的温度 恐怕对大哥二哥交到手上的包裹不利呀 于是返回器将轨道器甩开 采用打水漂似的一跳一跳的方式让自己减速 最终安全地降落回地球表面 你瞧瞧这里面有多少个细节 而每一个细节都容不得一丝的差错真是太难了 那为什么这么难我们还非要去去掉土壤回来呢 因为它就像是缩小版的月球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大量有关月球、有关地球 有关太阳系甚至有关宇宙的信息 整个月球你是没办法把它搬回来的 但月球土壤嘛 够一够还是能够够到的 阿波罗计划让美国拿到了382公斤的月球土壤 月球计划让苏联拿到了326克的月球土壤 来看看人类通过它们都做了哪些事情 咱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再难 我们也要上去抓把土了 首先就是揭开了月球的神秘面纱 来自月球的土壤彻底改变了我们对月球表面性质、月球起源 以及太阳系演化三大问题的认识 例如行星化学家分析了月球样本中的同位素组成 发现这些岩石大多比地球岩石更为古老 年龄多在30亿到45亿之间 甚至阿波罗计划带回来的最古老的月岩形成 于45亿年前比最古老的地球岩石还要早2亿年 这些发现使我们对月球有了初步的了解 其次这些土壤还确立了现代行星科学 为什么呢? 因为对月壤的研究不仅涉及到月球本身 而且还包含太阳系空间物质和能量的重要信息 其中包括太阳系早期演化的历史记录 月岩和月壤的宇宙线暴露与辐射历史 月球中挥发份的拖起历史 太阳风的组成太阳表层的成分特征 小天体和微陨时撞击月球的历史记录 进而推断出地球遭受小天体撞击的历史 通过对月壤的研究可以了解月壤岩石圈的组成和分布特征 对研究月球乃至地月系的演化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个意义就跟开发月球资源有关了 比如亥三 研究月球样品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发现了其中还有的亥三 亥三是世界公认的高效清洁安全的核聚变发电燃料 据计算100吨亥三所能够创造的能源 相当于全世界一年消耗的能源的总量 亥三在地球上的蕴藏量极少 全球已知且容易取得的只有500千克左右 而早期探测结果表明月球浅层的亥三含量多达上百万吨 足够解决人类的能源之忧 当然研究月球土壤的好处还有很多很多 咱们就先说到这儿 不过呢 这已经有足够的理由和动力该去月球挖土了吧 你好月球 咱们来了 我是火箭书 关注咱们一起围观嫦娥挖土 另外啊 大家如果还有别的一些关于本次嫦娥五号任务想要了解的知识啊 都可以留言来告诉我 咱们可以再出一集扩展包嘛